快速恢复环境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我在云端上有放缆人包 其实两个档案解压缩之后 你再重新设定一下 环境又可以马上可以为一地 但其实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要弄一个环境 弄很久的话 其实光开放可能就 你要浪费太多时间 在这个环境的设置上面 那就不需要重新再建了 除非说那个Python的环境 它里面可能有一些变重的话 所以比如说你假设要 一个新的环境 就是说如果 比较快的恢复的话 其实在这边 我有一个懒占人包 不过懒人包目前 环境是3.7的 而且是32位元的 那Eclipse的话 现在是2018吧 如果说它有更新的版本 当然你也可以重新再做过 只是说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可以快速的把它启动起来 但是其实可能会有个地方 会有问题 就是Eclipse需要 你的电脑里面一定要安装 那个Java的Round Time Java的执行环境 所以如果你要安装 假设你启动Eclipse 如果发现它好像有一个画面出现 开头是什么Java 什么Environment等等的 它可能找不到Java 那你可能就是在安装Java的环境 而且记得一定要安装是32位元 你不要安装64位元 因为Java有分 它有版本 32跟64 那因为我们用的是都32的 所以记得你安装的时候 你要用32位元的 因为之前有同学问到 我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找不到Java的环境的话 最简单 在安装环境里面我有放一个JDK JDK的那个环境 其实这个Java的那个就是执行或者是设计环境这边都有 开发Java会用到的 那版本的话呢 我这边是i586 i586 实际上是32位元 那如果你看到那个网路上也有啦 也有放那个X64的 X64就64位元 那虽然它的那个看起来好像蛮像 但是实际上装起来 如果你装那个64位元还是一样不会跑 因为之前有同学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稍微讲一下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还有就是针对那个像合并档案部分 那在那个Python里面的话 如果你要快速的浏览某个目录里面的所有的档案 跟它的目录的话 那其实最快的方法就是用OS里面的work方法 那它非常容易啦 它就会丢回来三个东西给你 一个是你的目录位置 一个是你这个目录位置里面有几个档案的一个串列 OK 然后呢这个目录里面有几个那个什么呢 它有几个档案的串列 OK 这个方法非常的重要 利用这个方法的话 以后你要大量的去合并 某个资料夹里面的所有档案就非常简单 不只是合并啦 你要针对那个目录里面做什么样的处理都可以 比如说你要做里面 找这个目录里面的档案里面的关键字也可以啦 比如说你要做个 什么就是档案型的搜寻搜寻引擎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嘛 你就是把每一个档案打开来 然后比对一下里面有没有哪一个keyword 如果有的话就把那个keyword的那个前后那一串 可能20个字把它抓出来 那不就类似像一个google google搜寻 那只是google搜寻是它的database 那如果说你将来呢 你要写一个 比如说它搜寻是搜寻 它指定的目录里面的东西的话 那不就可以很快帮它找到它要的东西 而且还蛮有必要 不然的话你每一个每一个档案都要开起来 找找看有没有什么 像之前有同学问到那个会议记录 他可能每天都有一堆的会议记录 那可是呢 会议记录里面有没有谈到某一些关键字的话 那你怎么办 对不对 那如果假设你没有这种工具 因为你坊间也比较少 好像这个office 那个windows里面有搜寻功能 但是非常不好用 就是它可能帮你找到 告诉你那个里面有 可是然后呢 就你可能要手动 所以如果说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快速帮你找 你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可以写一个 写一个类似像这样的程式 或诸如此类的 只要你需要在某个目录里面 抓到它里面有 有没有纸目录或者档案的话 用OS.Walk 其实就很快可以做出来 而且非常简单 应该有印象 当然如果你不会这个方法 你也可以用那个DOS底下的那个DIR指令 再把它输出一个文字档页 OK 只是说它变成说 你要变半自动的 OK 那再来的话 在OS里面有个System OS System也蛮好用的 如果以前你习惯用DOS的人的话 不过可能 还大部分 应该有一些同学应该也有经历过DOS那个阶段 因为像我们最早期没有Windows的时候就是DOS DOS的话就要下指令 什么都要下指令 没有滑鼠的年代 OK 而且还是要去做很多的事情 你可能 可能很难想象 不过那个年代的话当然也没那么复杂 因为不会有这么多的软体公司 也不会有这么多软体 反正非常简单 然后画面就黑白的 打开的话就是开DOS 就这样 而且开的速度应该非常快 没几秒钟就打开了 可是问题上面没有任何的图形化界面 而且上面也没有可以看影片 日讯多媒体那些都是后来的事情 那如果你要执行 其实我建议啦 如果你以后也可以把这个DOS当成是一个学习的方向 因为以后 假如你 我是觉得Linux也值得学一下 如果你对Linux环境不熟的话 可能最好你装个什么五方堵之类的 那么未来可能你 你们找相关工作 物联网的话 应该也会用到Linux 那你如果他一定会问你说你会不会熟不熟Linux 对不对 那如果你也至少有接触过 那你至少就OK Linux环境像很多时候也是要下指令 那下的指令跟DOS指令蛮像 蛮接近 只是说可能又换一个不同的名称而已 那你如果有时间的话 也可以把这相关的再试一下 我记得好像Linux的话 证照里面有那个硬底装修丙级 里面也是就是考你 会不会组装简单的拆修电脑 然后安装的话就是安装那个Fedora 也是Linux的一个版本 至少那个 就是至少确定你是会修电脑 然后确定你是会安装 安装Windows跟安装Linux 而且要双开机 所以那张证照 我印象中也不太好考 那实际上我是有参与过 而且我现场有就去考试 那这边的话 另外的话我们上次上课 讲到有关用VBA VBA里面的话 如果你要找出 那个目录里面有哪些档案的话 就是如果对比那个 那个Python跟那个VBA的话 就是把那个Python里面的OS.Walk 改成就是DIR的函数 VBA里面有个DIR函数 那DIR函数特别重要 它一定要配合那个DoFile回圈 特别重要 而且这里也非常重要 以前我们只要写目录里面要做什么事情的动作 都可以透过它来做 尤其是E-Sale 如果大量E-Sale的档案合并 其实工作上我发现很多人 每天都会需要大量的一堆的E-Sale档案 那比如说它可能不同年 不同时间的那个财报 它需要整个把它合并在一起 或者是很多天的资料 它就分成很多档 那以前的话可能要手动合并 那如果说你会用DIR函数的话 一键就可以全部搞定 为什么 因为它很简单 就是一样把目录里面有几个档案 全部帮你找到 然后呢 看你要做后续的怎么处理 比如说你要把其他的档案里面的工作表 把它放在一个新的 全部汇总在一起 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是第一个需要DIR DIR使用的方法 第一个一定要配合DoFile回圈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要在开头先跟他讲说你的目录在哪里 而且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那个OS.work只需要目录的位置 但是DIR的话除了位置之外 后面还要跟他讲说你要找哪一类型的负档名 所以后面有个斜线就有个信号 信号就是所有的档案 点什么 比如说TST 你要给负档名 如果你没有给负档名 你再加个信号 所有的档案也可以 然后呢 就是找到第一个 他就会帮你把那个档座后续处理 那你后面就写你要怎么处理 然后下一次的话你再DIR就可以了 他就一直找到 找到没有为止就跳你回圈 所以这是我们那个上次上课的重点回顾 另外还有提到有关那个 证照考试题的那个704 跟707 那704这一题的话基本上 刚刚讲的这些东西云端上都有 所以回去的话 你想要找那个OS.work的话 在那个我们云端上面 所以你慢慢习惯 东西都在这里 云端摆一摆里面的第五个章节 那你打开之后的话 第五个章节里面 你可以看到OS 我记得应该大概在中间的位置 在这里 OS.work在这里 OK关键的地方 所以请这些注意 这种这么重要的东西 请你一定要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 以后的话 请你要很快可以找到 不然的话 你自己从写看看 刚刚叫你把这些东西记下来 你恐怕就很困难了 所以我建议 这种很重要 你可以把它当范本 范本的意思就是 以后拿这个来改就好了 至少 反正你都看得懂了 以后你要怎么改就很简单了 但是如果你完全没有 你要从头再去找答案的话 那真的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当然你可以Google 你们可以试试Google看看 真的 找不到这么简洁的那个Source了 你们可以去找找看 确认一下没有关系 因为很多时候我也建议你们可以Google 去网路上找一些其他人的说明 但是不见得可以找到比较适当的 而且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有新旧版的差异 里面就可以做你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是录制聚集之后再来修改 所以你可以试想想看 假设写一些什么 比如目录里面的东西全部合并之外 看有没有办法其他做 像我刚刚提的搜寻 找里面的资料 然后把里面找到的资料帮你在汇整成一个什么东西之类的 另外的话我们还有讲到704702的话 它是那个什么 要你去做那个tuple tuple特别注意就是 在tuple里面的话 它没有办法做append 所以变成说你要先建list 把list最后再转成tuple 然后两个再把它合并 但是这一题的话 它需要怎么样 它需要帮你一定要做成 那个什么 一个制定函数 所以上面这一段 这个是来建第一个tuple 建第二个tuple 但是你最后的话 像上面这一段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下面这一段 702的话 主要就是说 如果你是同样是建那个tuple的话 那我们可以直接就建一个 DF就是建一个制定函数 所以特别说 这个地方一定要建在上面 如果你是制定函数的话 一定要放上面 第二个的话 我们建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名称叫CTP的一个制定函数 一个function 这个方圈其实做一样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当我反复输出这个一个无穷回圈 直到它是什么 负9999的时候就离开 然后不断把资料放进去 就丢到那个 再把它转成tuple 所以最后 这个地方呢 主要是利用那个alist 去帮我们append进来 再来把它怎么样 把它转为 有没有 转为tuple OK 所以基本上 主要是解决那个tuple本身 它没有办法输入资料 append的这个动作 所以用串列 不过其实说真的 一般工作里面真的比较少这样做 一般就直接放串列就好了 你干嘛没事在转tuple 我讲过tuple跟串列最大的差别是 tuple是唯独的 只能读不能写 有没有 alist可以写 可以写的话有append的 但是tuple没有append的 那它的好处是效率比较快一点 可是效率快多少呢 其实说真的 一般是无感 我的感觉是没有什么感觉 除非说你处理的资料量是大到一个程度 可能是几千万 几一笔 几兆笔资料 那也许你会有 有点感觉 快了 真的比较快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我是觉得真的没有差太多 没有差太多的话 你大概知道一下 两者之间差异就OK了 那再来的话就704 704部分的话 主要就是学会set 那我有讲过 这个地方的set跟那个list也蛮像的 这里你当然也可以把它用那个list 也可以用那个什么呢 也可以用那个这个list的方式 也是一样把资料丢到那个set1里面 那这种写法是串列的写法 set的话最大的差异是 就是如果你用set的话 里面你新增进来的资料绝对不会重复 也就有重复它就自动帮你移除掉了 OK 所以你也可以想想看 这一题你可以衍生 假设请各位想一个就是 模拟大乐透开讲的程式 你写一个模拟大乐透 证照考试题 好像以前有java有类似这样的题 但python里面没有 你也可以想想看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执行它 它自动帮你跑出六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模拟自动模拟 但是先决条件是 你第一个乱数一定要1到49 第二个的话一定不能重复 那不能重复的话 如果你用append 比如说你用那个list的话 有可能重复 那有可能重复以前我们怎么写呢 就是跑完了再去检查有没有重复 跑完了再检查有没有重复 如果有重复呢 就重来重新再跑一次 直到没有重复为止 直到没有重复为止 但是如果你不想要这么麻烦的话 很简单 你就把它改成set 小瓜糊 然后这边的话你就改成add就可以 那它加进来的就不会是重复的 那你只要判断它的长度是七个就可以了 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输出就搞定了 程式会比较简单多了 所以也许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把这一题改写一下 改成模拟大乐透开讲程式 这个我想你自己再 如果有时间的东西的话 可以自己再去做了 如果还是以准备考试优先 因为我记得你们考试是下个礼拜一 所以还是以考试优先 考完试之后拿到证照之后 有时间再准备好了 不然的话 主要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下个礼拜 每个人都可以 如果有报名的同学都可以考过了 为优先 然后请各位先把上次讲的 先稍微重点回复一下 再来的话我们就要讲一个这个dictionary 就是再来的话就字典的那个形态 这个dictionary最大的差别 这个在这里 字典档的处理 它的最大差别是说 它有两个栏位 一个key一个value 那串列的话只有一个栏位 就是value而已 它没有key 没有key的话可能跟资料库串接 当然dictionary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所以它有一个key有一个value 所以你会看到这边它有些相关的方式 像这个key 这个value 那key的话就是抓 抓那个key的那个栏位 value就是抓栏位 那一般的话 如果你要将来处理资料库 你可以用dictionary 有时候可能更适合 另外的话处理那个云端的 现在云端的资料库 大部分都是这个价格 就是key value 所以你如果资料放云端的database的话 像比较有名的像file base的话 它有免费的一区空间 免费的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 把东西放在云端上面 你要去存取的话 就丢下来东西就放dictionary 就是dictionary里面 然后你要丢的话也可以用dictionary 两边是可以相同的 或者像很多的那个 开放资料是json檔 或者像那个网路上下来的档案也是json json的档案格式 那你json里面也是key value 所以key value你可以对应到它 就非常的方便 那所以呢这个dictionary 非常的重要 那它的差别就是在就是一个多一个key 那请各位先把刚刚的部分先重点维护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我们就再来看那个 这个dictionary的这个形态 那要怎么去使用它 然后去做后续的这个使用的方法的重点再说明 那请各位先把那个刚刚讲的重点再回顾一下 谢谢大家